2月15号上午 武汉大批退休老人聚集在中山公园 抗疫当局强推一报改革 大批警察到场暴力驱赶抗争人群 多位老人倒地 参加武汉抗争的老人发布视频介绍 他们早上8点到中山公园 10点多现场已聚集至少10万人 警察拦路想把人群分散 但抗疫人群从中山公园 一直排到2.9公里之外的新华路口 抗争民众介绍 整个上午 中山公园附近堵的水泄不通 当局关闭附近的地铁车站 并屏蔽现场手机网络信号 同时出动数量大巴抓捕抗疫老人 由于现场抗疫民众越聚越多 当局不断出动特警武警 前往现场增援 武汉市民蒋先生说 今天到场抗疫的基本上 都是企业退休人员 根据中共先前的社保文件 退休人员每个月有260多元的购药补贴 2月1号 武汉当局推出医保新政策 医药补贴降到83元 而且退休老人看病 费用满500元才能报销 引起老人们的不满 2月8号 数万老人曾到市政府抗疫 当局承诺解决问题 但至今没兑现 中国多地强推医保改革 引起巨大名分 好多人好多人啊 这真是人民都绝无了 都起来了 都是人人的事情 人人人身上都有这个人 他强行推吧 肯定会做下去啊 像广州啊 这个地方他们都已经做完了 他知道中国老百姓人 干不起大浪 所以说他肯定会强推 就像他们不扣了都不可能 全世界都基本上是全民一把 大多数国家都人不一样了 只有扫兽我们几个国家 民政外邦福与家努 2月15号 辽宁大连也有大批老人 走上街头抗疫当局的医保改革 退休医疗保险这个事情 损害的是200多万 这个武汉的退休人员 一旦这个东西受到冲击 这个反弹起来的力量是难以估算 还有这批上街游行的示威 都是那些近60岁以上的人群 这批人占中国人口比例20% 这是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 正好是受文革教育的那一批人 你想你动了他们的医疗保险 你这个底线是不是就被他踩到了 你中共惹了这批人 那可是真的吃不了兜着走 分析认为退休医疗保险 只是一个表面问题 里面还有各种深层原因 退休老人们走上街头维权抗争 很可能会很快蔓延到 中国其他各大城市 和不已经 迟沟公园 都达 都达 就那些来